兔子姐姐是谁丢了尾巴呢 哈 最大的尼康 哦 这里怎么会有一条尾巴 它会是谁的尾巴呢 兔子姐姐遇到了小蜻蜓 嗨 小蜻蜓 这条尾巴是你的吗 不是的 我没有尾巴 拖在身后的是我的肚子 它可以帮助我进行呼吸哦 哈 原来蜻蜓身后那根长长的不是尾巴 而是它的肚子 还能用来呼吸呢 太神奇了吧 那这个尾巴到底是谁的呢 兔子姐姐遇到了鲤鱼 哦 嗨 小鲤鱼 这条尾巴是你的吗 不是的 我的尾巴是分叉的 还可以帮我在水里调节方向呢 哈 原来鲤鱼的尾巴是分叉的 还可以在水里调节方向 太厉害了 快给鲤鱼的尾巴点个赞吧 那这个尾巴到底是谁的呢 兔子姐姐遇到了松鼠 哦 嗨 小松鼠 这条尾巴是你的吗 不是的 我的尾巴像降落伞 可以帮我保持平衡和保暖 哈 原来松鼠的尾巴像一条暖和的被子 我也好想要一条呀 那这条尾巴到底会是谁的呢 兔子姐姐遇到了蜥蜴 哦 嗨 小蜥蜴 这条尾巴是你的吗 这条尾巴是我的 蛇抓住了我 我为了逃命丢下了尾巴 你看 我的尾巴又长出来了 哦 原来小蜥蜴的尾巴可以帮助它逃生 实在是太厉害了 快给小蜥蜴点个赞吧 请看下一集